而在强震过后为了协助花莲市民尽快重整家园 张花县社头武郡山清圣宫玄天上帝文化圣地 在日前就特别募集共120万元前来花莲 要为这些地震受灾的弱势族群送上温暖 4月份连续多起强震 造成花莲市多出民宅受损跟重创当地产业 为了协助市民能尽快重整家园 张花县社头武郡山清圣宫玄天上帝文化圣地 在日前特别募集共120万元前来花莲 要协助弱势家庭赞渡难关 承蒙我们善德会很多的这些信众大德 勇业的监现 也有我们在地的阿梅麻吉的宜国基宜董事长 看到我们这样的花起 他也主动的监了5万块来赞助我们 但是最要感谢的就是我们在地的救难协会 这个李大哥一直在跟我们黄坤干 黄先生一直在联系 那促成了今天 我们能在短时间能过来花莲做这个 那个善款的一个监证 为了感谢清圣公远道而来的善心 市长卫家宴也特别颁证了 感谢壮 那真的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一个慈善的团体 那今天也要谢谢我们引荐的 我们的李建东 我们的主委 那还有感谢今天所有射头乡 我们清三空所有来的人员 那其实从地震发生 开始有非常多的一些 不管是企业以及个人 都有很多的希望帮助我们灾民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这边也会尽力的来协助 来帮忙 那来看看怎么样的安排 让我们有限的一个善款 能够发放到需要帮助的人身上 而市长卫家宴表示 在强政过后 公所陆续收到企业及民间团体 善心人士的善款 将会持续妥善运用 让各界的善心 帮助到最需要帮助的人身上 并为他们提供爱与勇气 也解决他们的生活困境 记者徐立琴欢联系报导